林田山林业文化园区 由小上海之称的林田山林场 规模仅次于巴仙山、阿里山及太平山等三大林场 在西元1918年 日本人当时称为森板 日文发音为Morisaka 的林田山地区进行伐木 到1938年之后 在这里展开大规模的伐木作业 除了新建运材铁道 所道及集材等相关设施外 也为林场工作人员设立了中山堂 义务室、福利社及幼稚园等 使当年的林田山林场 成为一个生活机能完备的伐木社区 林田山社区咖啡 是由日具时代高阶主管的老块木宿舍改建而成 虽然内装新颖 但仍保有日式房舍的简约风格 游客要配合日式房舍的规矩 必须脱鞋子才能入内 可在此喝上一杯咖啡 享受花莲悠闲的午后时光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 epidemi解订阅 tra Pinzüh的zero